女生说放不下对不对 男生也说放不下对不对 女生的放不下是因为不甘心 男生的所谓放不下是要面子 先说你 因为这个女人跟你一起还了债 你不想让大家说你是个负心汉 所以你也是傻 她的债你干嘛要跟她一起还 说实在的从外在条件来说 你比这个男人要强 你就那么想嫁入他们家 你在没有嫁进去之前 她都可以这样对你 这么不在乎你 罔顾你的感受 你嫁进去了之后 你以为你会有什么好日子过吗 你以为谁会尊重你吗 大好的时光才二十三四岁 没有时间去谈第二段感情 没有时间去经营一下自己的事业 没有吗 有 男生 没有什么好要面子 一个女人是帮你一起 共同承担过债务 你应该表示感恩 因为不是所有的女生都能做到 但是也并不意味着 因为一个女人 共同跟你一起承担了债务 你就认为为了这丝面子 我不能做这个负心汉 把真话说出来 往往是一个男人的孙爷 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来 小伙子 今天其实姑娘来这儿 大家说了她这么多 人家就想要一句痛快话 你是不是爱我 你要不要娶我 对吧 这话不是很简单一句话吗 想好了就给人家说 我压根没考虑过娶你这件事 这也是个话 对吧 或者说我就认为我们俩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发展到能娶你那个地步 你跟人说实话不就完了吗 刹那老师刚才那段话挺好 就天下的女生 就看看这个挺好的 就咱谈恋爱 急着嫁人都行 但是咱不能谈得没自己了 你求着嫁能嫁好吗 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两 反正你就告诉我能不能给我钱 但你家里人也 就像今天在这可能只说了一些 就平时我什么样的 现在我改变了什么 你也能看得到 因为咱们每天都 每天可能基本上都可以见得到 我什么样 我在改变什么 你也看得见 刚开始我什么样 现在我什么样 你也看得见 我现在规划 我的生活规划里有你 我也没有骗你 骗你我也不会来到这里 就是咱俩说这些 当时一些人说这些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但是给我点时间 我现在给 当时我把规划给你 你看得到 我之前跟你说过规划 然后你觉得这样行的话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 就一次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我们看到了一段谈了半年的情感 在这段情感当中 纠葛着夫妻的辞职 纠葛着一些债务的问题 纠葛着一些 男方跟前女友牵扯不清的情感 纠葛着现女友 一直想嫁到男方家里的 各种各样的情绪在这个里面 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的 大家要看他们自己去选择 请开门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